接下來我們看齊政的一個運用 有好多這種運用的方法 這邊蒐集了一些古書的東西 把它揭露出來 首先我們看齊政兼備 齊政兩個東西兩個都要有 不能夠只有一個 所謂用兵打仗不出齊政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政無期的人 人很正派 做什麼事情都是方方正正的 有政無期 這樣的人雖然自身行的政 但是如果去競爭去打仗的話 一旦遭遇困境很可能就會兵敗父王 到時候輸了人說人那麼好 人家會很哀悼他 說他是一個好人 怎麼老天都對好人不好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不太了解這個世界 要了解這個世界是 天本來就很詭訣多變的 你記不記得昨天半夜 兩點鐘三點鐘的時候 在高雄地區下了一場非常大的雨 你知不知道 我那時候被那個大雨驚醒過來 我心裡好高興 哇 大概一年多了都沒有下那麼大的雨 而且下的長達快一個小時 就今天早上起來以後 就再也沒有聽到人家陷水的聲音 那多好的事對不對 那天本來就很詭訣多變的 美雨季節要到了 你就發覺美雨本來就是台灣地區一個非常重要的 帶雨水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天氣形態 是吧 那可是前一陣子很擔心說可能會變成空美 就可能是沒有雨 就沒有 那現在有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沒有雨是常派 後來變成空美 空美怎麼現在變成 好像又有了 你看到沒 天本來就是詭訣多變 所以天危難測 是講這個概念 所以你如果帶兵打仗 要去跟人家鬥齊 爭齊 鬥勝 因為想辦法還要在江湖 在世界 在市場上頭 要有一席之地的話 對不起 你不能只懂 只懂 你要 急症 對 所以不止症 你說我是老老實實的商人 我好好做我的生意 很好啊 本來做生意就是誠實很好啊 但是在行銷 在推廣 在創新這方面 你要有這種能力才行啊 這叫初期啊 不能只有正而無期 然後帶兵 我按理發言 可是 你產品上面不知道怎麼創新 不知道怎麼行銷 你只有正沒有期 知道嗎 到時候不要怨老天 怎麼對老人 對好人不好 對不對 不是有一種說法 提供疼狂嗎 是不是 那我們這拱狼應該就有飯可以吃啊 好像不應該是這樣講 要在市場上頭要能夠創造力的話 你要急症要步症才行 如果安分守己的做一個人的話呢 你就是很正派的做一個人 應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是如果你在市場上頭 要跟他做馬上競爭的話 這種道理就不一樣 沒有正規 沒有實力 不能走遠路 一天到晚就是創一個小新 創小新 知道吧 一天到晚這個地方改一下 顏色換一下 黃色變紅色 紅色變黑色 搞一個小創新 因為它沒有真正的實力 它其實搞齊的話 也搞不出什麼了不起的齊出來 所以沒有正規 它就不可能出什麼大齊 知道嗎 它只能出 一齊 一定也會被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例子 我不知道這個例子好不好 同學你或許可以舉更好的例子 學生以課業為正 以打工社團為齊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那有些同學現在已經顛倒過來 以打工社團為正 偶爾亮一下 老師我來啦 是不是 那個就是 以齊為正 以正為齊 那 這個是賈伯斯 Bill Gates 他們這種備份的人在做的 進去學校以後 發覺老師講的東西 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吸引力 我不練了 我到外頭去搞公司了 那這次出齊 那是側側底以齊為正 那有這種火候的人 他去做這種事 他成功了 那如果我們衡量一下 如果我的財情 沒有那麼樣的突出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守著正 然後呢 有正的實力以後再出個齊 是不是 所以齊正啊兩個東西啊 你要互用 兩個都要 以正兵為齊 你以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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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向而是亡 你有正無齊 你無正 下面這個地方講 你以正為正 以齊為齊 各位同學 以正為正 以齊為齊的話 就人家覺得你是老老實實 非常正正派派 常常正正的人 可是你這樣做人處事的話 自己安分做起非常好 那可是這樣的人啊 你要跟人家競爭的時候 在一個詭譎多變的社會裡頭的話 你這樣很容易被人家看穿 你懂意思嗎 人家很容易預測你的行蹤 這樣要怎麼辦 這樣要怎麼辦 還有比如說 這個學生在 課業上頭 學術上頭出頭 不是考試考很好 而且還能夠寫 做計畫 還能夠有什麼講 正上頭出奇的 不就是課業上頭 就只有課業而已 社團上頭 打過 只有這些東西而已 那完全走偏了 走上去 是不是 要怎麼樣 要能夠正當中出出奇出來 當中也能夠轉回回正 所以 這邊的說法 在告訴我們說呢 不能夠 使手的正 使手的奇 以正出正 以奇出奇 這個都是很容易走向一種偏峰的狀態 就像這邊所講的 只用正 不用奇 或只用奇不用正 都屬於一種偏峰 好比說 某個人 一天到晚就出奇招 一天到晚講話 一天到晚做事 覺得很奇怪 跟一般人都不一樣 所以 人們給他貼個表情 就是這個人就是很怪 怪就是變成他的正 是吧 那有一天 他變成 這個 看起來好像非常老派 你反而覺得那是他的奇招 所以像這種 只用正不用奇的人 我們稱他叫偏峰 就 只會走一門 只會走一偏 偏一門 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 這種做法呢就是 另外 是奇正呢 無定 剛剛講的奇正 都要有 奇正兼備 概念是 奇正無定 沒有說哪個東西就一定是 哪個東西是奇 啊 那 這個 像你說 某一個球隊裡頭 他 一群左頭走 一般來講我們說 如果以為 哪個球隊裡頭 通通都是左頭 有一個是 右手 右手 右頭 那他的正 這個球隊的正是什麼 就變成左頭 對不對 那他的右頭就變成他的奇了 所以 其他 等於 禁止的手法呢 所以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 能夠讓敵人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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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為奇 一致 為正 達成一種奇兵的作用 我 右手他認為我是在 騎兵 我 左手 他就會 他就會正旗就會搞混 迷惑他的概念 所以 像 有時候我們 向前走 向前走的是 好比說 我們是抗議裁判 但是 你抗議裁判目的是什麼 目的事實上是 讓球員能夠取得 休息的機會 讓跟裁判在那邊吵架 是為了要激勵 你球員的士氣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 是 是一種前進 事實上是一種後退 所以 前進後退啊 那是很難說的 還有比說 人家罵你 你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跟人家對罵 罵回去 有一種做法是你不回 不回好像你輸了這個場面嗎 你覺得是這樣的嗎 人家罵你不回 輸了場面嗎 你輸了嗎 沒有不一定 那是一種奇招 你不回 不回的話反而取得 某一種 還是對罵的一種先機 是不是 那 請問各位同學 福茂是大陸對台灣的正還是奇啊 我們把它擋起來 不讓它能夠過關 到底對大陸是不好 還是對台灣不好 還是對兩邊都不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是 福茂是大陸對台灣出的正招 還是奇招 那這就很難說了 像把他擋下來 一定認為這是他的奇招 他背中 背後含有木馬 對不對 準備要塗層 對不對 所以福茂裡頭是暗藏密碼 所以他是騎兵把他擋下來 對不對 按照他們的說法 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正兵 這裡很平靜的想要讓利給台灣 所以兩種說法都有 但是你要分辨出來 到底是正還是奇 所以對手是正還是奇 那善於把奇正混淆 讓對方 讓敵以我的正為奇 以我的奇為正 這樣的話 正也可以變成奇奇也可以變成正 就是變成很高的一種迷惑對方的一種做法 這是奇正無敵 就會變成讓敵人莫測 分合為變 奇正安在 五不正五不齊 死敵莫測 是吧 福茂厚茂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到底老共對台灣是好心還是壞心 你說說看是好心還是壞心 這是他們的正兵還是騎兵 你說說看 沒有人敢說 我們不是很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嗎 沒有人敢說了 我們今天EMBA那個學長喜歡 比較喜歡發言學長今天沒來 是吧 就沒有奇兵可貼 所以基本上你認為他是奇兵 暗中啊 背後含有某一種詭譎 奇兵嘛 正兵是說我用福茂讓他簽了看清楚了 你也得到好處我也得到好處啊 正兵嘛 這是正兵 那背中有賬 請問是騎兵還是正兵 是正兵還是騎兵 你看有人說正兵有人說騎兵全台灣就分兩種 一種是騎兵一種是正兵 已經 已經把對手 已經把對手的正變成為奇或者看成為正了 已經搞混了你知道嗎 就騎正變成什麼可以欺敵之用 如果人家騎正是用那真的是出神入化 讓整個台灣都get confused 到底是正還是騎啊 沒有人說得清楚 你連這個都不能說清楚啊 你如何跟他對 你要跟他對 你如何跟他對 你如何跟他對 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哲学系的老师 他想要出个骑兵 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重要 他一进来带着一杯子 走到讲台面前 不是拿起杯子往嘴巴那边递 而是拿起杯子往黑板上一泼 这一泼的话 全班突然间偷偷灵机下来 这老师要干什么 出骑 你懂吗 出骑 所以有一些人就善于出骑 创造出某一种形式出来 一种很震慑人心的骑出来 所以说善用兵者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当骑 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当正 根本的目的在史迪莫测 是对手根本搞不清楚 真的还讲假的 还讲正的 还讲反的 当然你如果对朋友这样来做的话 这个朋友就交不下去了 朋友觉得跟你这样的人相处 没法做朋友 但是如果是跟竞争对手的话 有时候还得真的要欺敌 这样常常确保自己的一些利益 所以 因此敌莫测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 正亦可以胜 其亦可以胜 所以三君之事 如果只知其胜 莫知其所与胜 非辩而能通 安能至实哉 分合所出 为孙武能知 无起而下 莫可其言 所以 这段文字在讲说 你是靠什么东西赢啊 我都靠正兵赢 你靠什么赢 专门靠骑兵赢 我告诉你 真正会打仗的时候 是正兵也可以赢 骑兵也可以赢 那看什么东西 就看骑政的临场怎么样去护用它 好 关键是 始敌莫测 OK 骑政转换 注意转换这个概念 骑政互换 头笔书谈呢 是明朝的时候的一本 很有名的兵书 这段文字也是刚刚那段文字的一个隐身 用名字到 所谓主客 并无一定的行为 主啊 一般来说 主是主动 是 采取主动的 客的是一种 呃 这就把他讲成是主人还是客人这样好了 主人邀请客人嘛 客人来 主客之间 彼此之间是有不同的位置的 主客并没有一定的行为哦 你当主还是当客不一定的哦 主一般来讲是走内线 客当然是走外线 像篮球一样 你在内线里头防守 外线的话 远射是不是 所以主客之间内线外线是有不一样的 主客在用兵上头来讲并没有一定的规章 没有一定的形态 分合也没有一定的形态 你是要分还是合还是主还是客 是站还是守 并没有一定的说法 是进还是退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动静并无一定的期间 伸缩并无一定的气势 转化变形令敌人莫测高深 此所谓兵姬只有在无常的情况下 用兵变化之妙才能够存乎于心 所以称之为姬 所以才会讲说用兵之妙存乎于心 所以并没有一定的说法 所以常说的说法叫兵无定法 那兵无定法要怎么用 就是看你怎么样旗正两个东西做互换 完全在旗正互换 那头比夫坦的 衍生他刚刚的说法 他说那些以骑兵为骑兵 以正兵为正兵的人 就像那些用胶固定琴线 而调音的乐视一样 你那个吉他 或是那鼓琴 或是琵琶 如果你的弦要去调到的话 他为了调他就用胶水把他给连住 然后去调他 懂吗 有人这样调吗 没有人这样调 那就好像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就很失败 那那些以其为正 以正为其的人 就像林某苏田 这都各位说明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这样叫以正为其 以其为正 以其为正 以正为其的人 就要像林某苏田 画帖写字画画 这样的人 就是以其为正 以正为其 为什么 有谁写过书法 应该都写过 谁比较喜欢写书法 谁画画 所以有这样的领略 以其为正 以正为其 以其为正 以正为其的话 会让人 会让人会有一种感觉 觉得这个人 他到底是正还是其 攻还是手 前进还是后对 你一时间不容易分得清楚 所以你会 你会觉得跟这个人 讲话 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 特别是对谈的时候 或是谈判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会特别小心 你懂吗 那为什么这样的人 是像那些林某苏田 画帖写字的 大概你们都没有经验 有没有类似这种体验 在林某苏田的时候 为什么以其为正 以正为其 你按照一笔一画 按照那个铁上面去写的话 这是不是正 可是你写下去以后 要怎么样 写下去以后 是每个人都写出 不一样的样子出来 为什么每个人都 跟原来那个写法不一样 初期 每个人是不是写出 不一样的风格出来了 知道吗 所以变成是一个 有自己风格的一个 一个什么铁出来 什么样的画画出来 这个时候就变成是 不再是以其为其 以正为正了 这以其为其啊 以其为其就好像 好像说 这个 我来跟你玩那个剪刀石头布 是吧 就这样玩 玩对不对 突然间你听人就说 好 我告诉你 我现在出石头 挺好 我现在出石头 你为什么告诉人家 你出石头 你真的出石头吗 我可以 我现在出石头 你真的出石头的话 这是这还是其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出石头 对方如果正的话 对方想说 哦 那我应该出布才对 对不对 可是你果然出石头 你如果出布 我一定会出剪刀 啊 那这样我一定要出石头 你为什么你跟人讲出石头 你真的就出石头 这是要 纯粹根本就是要欺敌 就要迷惑对方的判断力 这是正为其 或是其为正 会 你知道就像这种概念 很多时候你故意迷惑敌人 你故意跟他讲 我要从右边打 是吧 运球上篮 运球上篮 你会跟他讲 我从右边打 你不会跟他讲 你会做假动作 可是到头来 晃晃晃晃晃 你还是寻空倒戏 找一个最好 可以上篮的地方 就这样上上去了 在整个过程中 很自然这样打 就叫行云流水 可是如果你多花了一招说 看好 我现在从右边上篮哦 那你真的就从 右边上篮了 对方就 嘿 奇怪了 他应该要从左边上嘛 他的目的是要 欺骗我的主力 向右边调动 他 我还是从右边调动 这种东西叫什么 这种东西叫什么 这种东西如果 要去算了 我很难讲清楚 简单来讲就叫什么 就叫做 旗正啊 交互掩用 旗转正正转旗 目的就是要欺骗敌人 所以如果你只会用一招 就是用旗出旗 用正出正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人家看很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 我想我们日常生活上 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看他这边呢 就紧接讲一个概念 旗正护言 能够出旗兵 但以正兵面貌 视敌 出正兵却以 旗兵面貌视敌的人 是懂得 打胜仗的人 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出旗兵 以正兵面貌视敌啊 出旗兵 他明明出旗兵 却以正兵的面貌出现 这个概念是不是像我刚讲的 我要出石头 我跟你讲我出石头 我真的就出石头 看到没 这就是什么 你要出旗兵 但是却以正兵的面貌视敌 我很老实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出正兵啊 我要出石头 你真的就出石头 你法把人家吓坏了 对不对 是以 你出旗兵 却以正兵的面貌视敌 这样懂意思吗 很多应用啊 出旗兵却以正兵的面貌视人 这个 像美国以前 很多CIA的干员 都化妆成为什么 到很多国家去传教 当传教士 对不对 传教士是他的外表 传教士是正嘛 可是他背后有时候是当骑兵 是当spy 当间谍 当情报员 以 以 以正为棋 那还 如果能 出 出正兵 却以骑兵 外面是 外面是骑兵 可是 是正兵 外面是骑兵 看起来 应该是 请问我们中山大学 出路是不是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海线 一条道路是山线 你们都走海线走山线 都有 都有 有没有人是搭着船 从海港那边过来的 有没有 是不是 哪一天如果 屁这样的管道的话 那 那 变成是什么 你是出正兵 你是到学校来上课 堂堂之后来上课 却以骑兵的面貌 来出现 你懂吗 你上班的地方 按理讲应该是走山路 可是你却走很奇怪的道路 你做一件正事 你却以很奇怪的 做的方式来完成你这个正事 所以骑兵的面貌 来出正兵 或是以正兵的形式来出骑兵 是不是会让人家搞混 就很容易达成七敌的作用 他说 如果能够懂得这种道理 才是真正懂得打仗的人 打胜仗的人 卫生同学 知道了吗 能够出骑兵 而令敌人不知道是骑 出正兵 而令敌人不知道是正的人 就是懂得打胜仗当中的佼佼者 知道吗 你明明这一拳 是出尽全部的力量打出去的 可是 你出的时候 对方却以为你这是一个轻松 轻松 一拳的一个一拳 结果对方没什么防备 被你一打的话 糟糕 全部都震荡掉了 是不是 所以 懂得这样的道理的人 是当中的佼佼者 当两军相交 战阵相向 胜败之处 决于一死的时候 生死存亡细于请客 一切关键尽在其正之心 所以这句话就反映刚刚所讲的概念 就是 真正的关键 三军之众能使受敌而无败的其正事也 在任何的战阵相向当中 谁能够在其正当中 关键 懂得如何使用的话 这才是真正 三军之众呢 受敌而无败 不会吃败杖 就懂得其正护勇 所以孙子那句话讲啦 三军之众可使必 受敌而无败者 其正事也是讲的是说 你要用其来掩护正 用正掩护其 让敌人不知道 你出的是正兵 你对方以为你是出骑兵 那些人不知道你出的是骑兵 却以为你是出正兵 这样叫做其正 这个真正会懂得上的 对这句话 是那样的一个概念 黄太极啊 满清的那个始祖啊 不是黄太极 那个叫诺哈斯 诺哈斯战的时候 那时候是经常啊 攻打明朝在 上海关外面的一些 一些城 城池 你把 你把他拉起来 外面通通护城河 然后那个城墙很高 你那个时候又没有飞机 那个时候请问一下 你怎么进城 去占领这个城池 所以你一定要想法 让你进到明朝的城市里头去 才有可能 你知道 诺哈斯怎么做呢 诺哈斯的做法就是 因为明朝啊 有一些商人 要到外面去采购 外面去 运一些 一些粮草啦 进入到城市里头 所以诺哈斯就让他的兵队 化妆穿那个 明朝那个一般老百姓的衣服 然后呢把那个刀枪啊 就暗藏在那个粮草里头 然后混着那个马车啊 混着那个牛车啊 就装成为商人 就这样就这样混进去 混进去以后呢 明朝那些都是雍将啊 也搞不清楚啊 就让他进来了 进来后讲好 午夜 止时午夜 几刻的时候 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或者看到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信号的时候 就是我们从外面打零 从里面呢 把城市把他打开来 把城墙的那个门把他打开 我们就可以攻克去 几乎啊 每一次都是靠这种方式 能够打胜 所以诺哈斯啊 就靠这样的方法呢 就攻克了 清那个明朝在关外的 城市 一直到碰到谁 才开始吃别人 碰到那个 原存话 你们都知道 就碰到原存话以后 他就用一招 不管怎么样 你来攻打我 我绝对就是 尖闭亲眼 绝对不派外兵 到外头就跟你打仗 那你 他知道你都会化伤人进来 对不对 所以我在 我在那个 城门口那边 去检查的那些人 那些士兵人 就检查非常严格 不允许你这种方式 用正兵的形式 可是事实上 掩藏了 他们那一群人 混到城市 那一批人是真正的骑兵啊 是不是 那老百姓运了粮草 这是正兵的形态啊 这是运粮草嘛 是补充自己的实力嘛 这是正兵的形态 用正兵形态 而不知道 他里头才真正是骑兵 是不是 这是很清楚的概念 你觉得空军不是正兵 空军是骑兵吗 陆军才是正兵吗 空军是正兵还是骑兵 你觉得空军 先靠空军 在格格外面 在波斯湾那边 在海洋上头 用那个导弹 去攻打你 几十公里以外的 那个沿野 那个城池 然后把你很多的游戏力量 先毁灭掉 然后正兵 然后那个 再开进去 空军是正兵还是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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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清楚正兵还是骑兵 本身就不见人 干的事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善于用兵的人 他就很容易 让对手迷惑 我现在空军在打理 这是打真还是打假的 懂吗 就是这种概念 是正还是骑兵 在于让敌人 不清楚 你现在是正兵还是骑兵 你是真正的主力部队 真正打空战吗 你空战 有没有 他某一种掩饰 背后出步兵 来攻击整个城池的 这样的打算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谋 我们清楚 你以为全部都是空军 空军是正兵 空军可是骑兵 从很远的地方来空军 让你封面 阻力在哪里 所以骑政护用 难不清楚 真的会打仗的人 就让敌人封不清楚 你现在这一支部队出去 封不清楚 而且正 走 一样 一个导在飞空上面去以后 他会分向八颗 分向十六颗不同样的走向出去 看起来是打这边 打到半空 到了非常高的地方 突然间分很多不同地方 出骑 所以这颗是从哪边打 独在目标打哪边 分不清楚的 都是以骑来掩护正 以正来掩护骑 让敌人分不清楚是骑还是正 骑政互相掩护 这才真正会打仗的人 对不对 就是懂那个味道了吧 这里头所讲的 做生上的 去领 就像这边所讲的 用骑来掩护正 用正来掩护骑 目的是什么 让对方摸不清楚 你真正是正还是骑 所以以骑为正者 敌意骑骑 则无正极之 你懂吗 大家对手以为是骑 可是你马上换成为正 对手以为是骑的话 所以你这个是出骑兵 出骑兵只是一时的而已 你懂吗 出正兵的时候 你的主力主要是攻击这个地方 可是他以为 他把你的正兵以为是骑兵 以为你只是一时打这边 所以我不会摆很大的力量在这边 你这个东西 让对方以为是骑兵以后 对方 你马上转为正兵 正兵的话 全部攻这个地方 好 比如说 二四十二半 这个末期不是蒙京登陆罗曼帝吗 他们选两个地方 一个是罗曼帝 一个是加莱 真正他想要登陆罗曼帝 可是在一天到晚呢 要登陆之前 要不要派很多的侦察机 附近搜查地形 了解天后 然后做很多的功课都做到哪边 都做在另外一个地方 做加莱 做加莱 德军就以为他们要从 加莱那边攻上来 那个时候其实啊 如果懂这个奇政护用的话 我在那边加莱那边 他想说德军大概会以为 我会从加莱那边上来 可是事实上 你如果跟东方的军队打仗的话 那就不一定 你在加莱这边 在那边做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动作 人家会以为 你就是从加莱那边来 就跟曹操啊 你要跟曹操对打的话呢 曹操就会以为你从加莱过来 就曹操不是败走这个 赤壁是在以后 中道去 好 华王道那边去呢 他不是有两条道路可以学 一条是走崎岖的小道 一条山路 那条路比较远 山路 一条道路是走什么 走康庄平坦的大道 那条大道是很平坦的大道 两条道的情况要走哪一条道路 诸葛亮呢 就这样说 叫曹操啊 你在那个山路那边就开始给我放烟火 曹操到那边去以后 你这边放烟火的意思是说 你那边有吹烟 有人 表示你有军队在那边生烟 在那边煮饭粮 在那边埋兵 照粮 准备要在那边等候我 对不对 所以你是埋伏在那边嘛 一般的人呢 不是就选那条道路走啊 就选 别的那个康庄大道走的对不对 可是你的对手是谁 你对手是曹操啊 曹操一部会想说 你就是知道我会从那边走 老子就偏偏不上当 因为我的智谋比别人还高一层 我就偏向胡同行 我告诉你 你真正就不是 不是正兵不是放在那个 放那个烟草的地方 他是真正从那边走进去 诸葛亮真正就埋兵埋来那边 这是像我所讲的 要出石头哦 我真的就出石头 果然你就是出剪刀啊 就被打得正着 你懂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看 他派很多的侦察机 做很多的动作在加兰那个地方 然后呢 德军就以为 军队在那边防守盟上来 果然他从哪边上来 从洛曼帝上来 对不对 你们知道这个历史吗 可是 德军里如果有一个曹操者流的话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你故意 你会让我以为你 从诺曼帝上来 所以军队拉到洛曼帝来 如果德军有一个 逃到这样的人的话 他会反而 就会守加莱了 他反而去守加莱 其政这里头 要怎么去用它 就会看说 你这个将领的一个素养是什么 这一切的运用呢 都要使什么 使敌事长虚 我事长实 那再讲一个很有趣的历史 在南北朝的时候 最后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 他快要把南朝把它给并吞 快要统一了 那个时候北朝叫水朝 北水朝的将领 叫赫若碧 赫若碧 就因为那个时候以长江为界 赫若碧就一天到晚 带着军队在长江那边 在那边驻扎的 在那边演习 在那边演习的话 南朝的时候很紧张 你如果只演习的话 南朝会很紧张 可是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我今天演习 明天演习 后天演习 我每个礼拜 每天都演习 当他演习到第十天的时候 反正是每天 你懂意思吗 每天都在演习 然后到了第二十天以后 就说没关系 他们就是每天在演习就好 所以你不需要派兵去 特别去警备吧 你懂意思吗 赫若碧 一边在做演习的时候 一边在观察 对方到底把我 每天在演习的动作 视同为什么 视同正兵还是视同为骑兵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对方是骑兵 想不然要偷袭我南方 可是他每天都这样做 每天都这样做 每天都这样做 后来他把他的骑视从为正了 他就不会骑兵 他不会出骑兵 然后赫若碧看到对方 一认为我是正的时候 他就转正的骑 就真的就长驱直路 就攻克你南方 对方毫无防备 就这边轻而易举的 把南朝给拿下来 懂我意思吗 这是会打仗的就是这样 这是以骑为正 然后再以正再换为骑 对吧 是不是很有意思 刚开始 你们对方在那边走动 那你们以为我要干什么 因为我要干什么 结果我真的想要干什么 可是我要掩护我的干什么 我就常常在那边走动 对不对 当我走动的骑回以后 你们就认为 这老师本来西中平常 都走到这边来嘛 然后等到你们放松的戒备以后 你们以为我这样 是我的正兵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展开我的意图 你们就一向 就被我拉下来 赫若碧就是这样做法 就是先以骑为正 后来再以正化为骑 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关键在于什么 关键在于如何迅速地转换骑正 产生新的形势让人上到 注意这句话 那这会奏效其实是因为上面这一句话 常见则不宜啊 看到没 经常看到的就不以为宜了嘛 被周则亦歹嘛 大家认为说 他每天都是很老老实实的一个人 他不会做这种事啊 对不对 他每天都是稀中必挺的 这个 他是一个上班族啊 他不会做这种事啊 看到没 当形成众人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就正好形成他最好的掩护了 所以 常见则不宜 被周则亦代 这是其正护眼 另外一个盖在其正相声 实在说 李静说 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不是正兵变为骑 骑兵变为正 如果不是正 骑这样的护转的话 这安能胜在 各位同学 告诉我们在战场上 要打胜仗的话 关键 是在骑正没有错 可是骑正是怎么用的 要骑变为正 正变为骑 胜是胜在这个 正在这个的话 所以 善用兵子 骑正在人而已 便而神志 所以退赴天 也就是像天一样的 这样的神庙 胡林义 清朝的满清的 曾国藩那边旁边的大将 那个很重要的大将 他强调 骑正必须迅速转化 各位同学 骑正必须要迅速转化 就上面这句话 如果不是正变为骑 骑变为正 怎么可能赢呢 赢是赢在哪里 赢是赢在 骑变为正 正变为骑 为什么这样会赢 为什么这样会赢 骑变为正 正变为骑 转得非常的顺利 为什么这样会赢 无法预测 骑骗敌人 骑敌 所以啊 他说你必须要用 正而突然转为骑 用骑而突然转为正 只有在骑正交互相声 才能让敌人 高声 你讲真话突然假假假的讲假话 你讲假话突然间假假的讲真话 那根本不知道你真正在讲什么 可是各位同学你如果 对自己的人的话 那你人缘会很不好 那你会没有朋友 所以你不要乱用啊 知道吗 所以你看 孙子冰法一开始 第一篇讲 第一篇是先讲谁听 先讲内部 一定要讲自信 人永远 这样子一定要先有这素养 这样才能够经营出一个道出来 与上同意 真的讲内部的 所以内部一定要 那你用这种东西对待部署 对待自己的亲人 人家怎么可能跟你同心 再来呢 才开始对外 对外的话讲究形式 讲事 因利而治权 就进而不而讲到轨道 那个都是在对敌 对敌 那是没办法 必须要这样用的 所以关键的骑正转换 转换机势 某人说你身材很漂亮啊 这句话刚讲到一半 突然间杀了一句话 你怎么买得起啊 看到没 这一句话虽然是一个句子里头 事实上已经有 起转为正 正转为起的一种转折了 很毒啊 这毒蛇派的 那乙的话 他说 我月薪恶说 我怎么买不起 他是用什么东西对待他 他是用正 他是很老实的回答他 看到没 乙也可以出棋 乙说 是林志玲陪我去收购买的啊 是不是 那你要讲 林志玲帮我出腰包啊 帮我帮我出钱啊 也可以啊 是不是 出棋了 那乙的话也可以这样说 我月薪20万 我怎么买不起呢 要不要送你一件 这乙正转棋 乙的话呢 也可以这样说 林志玲陪我去收购买的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你要不要啊 就转啊 你看到没 棋转正正转棋啊 棋正转换 创造机式出来 所以式 原来是怎么造出来的 式原来是棋正 互转的过程当中 创造出一种 诡诀 莫测的一种式出来 这个东西会教坏人家 是不是 会不会教坏人家 运用指标 存乎一心啊 你心要 禅宗一句话 我一直记得 证人 证人用邪法 则法义证 听好啊 邪人用正法 则法义证 听懂了没有 最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哪边 关键在人的心 你心是证的 你用写法 证人怎么用写法 不得已而为之啊 警察为了破 那个毒枭的案子 贩毒集团 造毒集团 他为了混进你头去的话 他要不要取得 对方的信任 要不要取得对方的信任 要取得对方的信任 你要吸毒哎 吸毒给对方看 哦 你是一伙的 看到没 所以他接受你 所以你要做一些坏事 可是内心一头 他是正的 所以正人用邪法 这法义正 邪人用正法 现在这世界上很多邪人 他居心是不良的 他装扮 非常淡凉的 很正派的形象 可是这样就代表他正了吗 他很有可能还是写的 这样知道吗 这句话很好 听听看 那今天讲这个东西 是要告诉你 你怎么去应用它 关键还出乎在你的一心 你是正心还是正心 不要误解它 我相信各位有这样的成熟度 所以要记住 不足以至圣的 不能够只有正 不能只有旗 要旗这两个都有 然后特别强调 不足以至圣的 同不足以相圣 孙彬说的 不以义为旗 创新啊 对人家不一样 差异化 差异化就是旗了 我们在 Michael Paul的时候讲的 三个基本策略的一种形态 一个是什么 成本为领导 一个是什么 差异化 还有一个是 某一个 某一个 focus area里头的一个 一个成本领导 或是 或是差异化 其实说穿着三个东西 跟你简决来讲的话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旗 一个就是正 马可普通所讲的东西 不就是旗正而已 第三个就是讲什么 就是讲你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头 得一个 得一个旗和正 其实 差异化就是旗嘛 跟人家不一样 出旗 成本领导是正啊 在商场上的竞争 本来就是靠什么 你谁能够做比对方还便宜 或是同样的价格 做比对方还要好 对不对 这都是成本领导的概念啊 一样就是正和旗 你跟人家一样的话 是不可能赢出来的 胜出的 你一定要什么 要跟人家不一样 要跟人家不一样的话 以静为动旗 以义为牢旗 以宝为鸡旗 以智为乱旗 众为寡旗 总之 如果你的旗一发 就变成正了 你还没有发 才维持旗的 这样的 的一个位置 你任何创新的产品 出来以后 第二天立刻有人反暴 立刻有人派人到里面去 借许你的一些机密 借许你的专利 这是必然的 一发的话 就变成了不起了 那谁能够 一发了以后 还能够经常 维持 他的旗艺特性 这样的话 他就会赢 还能够不断的 出了旗 习中平常以后 还能够继续出旗 习中平常 再出旗 再习中平常 这样他就会经常 保持胜利 那兰宋的师子 也这样说 不用正兵将 无以引敌出战 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想要引人家出战的话 因为有人啊 就躲在城市里头 老子救不出来 应敌 兰兰大战乎 说不出来 救不出来 所以你怎么引诱 我都没有用 你派骑兵 你又没有用 你要怎么样才能 逼死他对方出来 用正兵 才可能真的 引他出来 可是 你引他出来以后 不出骑兵的话 你就没有 真正出来 敌手 敌手是很有实力的 很有实力的 你派他 骑兵没有用的 你骑兵没有用的 骑兵 而且骑兵只能短暂 生病都有效的话 就这样呢 打一针 打一针 你的身体要健康 只能靠打一针吗 身体健康是打一针 就可以 那那些一定是毒药 一定是毒品 打一针 精神百分 过以后 马上 打一针 立刻就可以 一定是毒品 一定是毒性兵 一定要维持 长久的好的生活习惯 对不对 这样才是正兵嘛 所以 骑兵 不足以打发敌人 可是 不用这 所以 像这句话 骑兵才是绝对必要 不出骑兵 这三军之将 无所争上风 都是历代的一些名将 对于齐翰正的一个界定 同学可以了解 什么叫做骑兵 而且骑兵在战场上头的位置 它的重要性为何 那正兵 它的重要性为何 那李静说 这句话 我把它划线 平庸的将领 几乎都不懂得 什么叫做结局 散战的将领 战略兵力高度集中 节制成分精准 所以他们的战略兵力 就像拉满的 军兵节制 就像扮演的战略一样 这两句话是很有深意的 首先我请问各位同学 为什么平庸的将领 几乎都不懂得什么叫结智 一定要懂得结智 懂得集中 这样的将领 才是真正会 博越的将领 为什么 为什么要结智 为什么要集中 平庸的将领 是不懂得结智 结智那么重要吗 结智作用是什么 保持实力 高度集中是什么意思 集中是什么意思 专注 为何要结智 不懂得结智的将领 不懂得集中的将领 是平庸的将领 对对对 那句话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懂结智 就是很僵硬呢 为什么 是吗 不懂得结智 就是代表你重复 在做同一件事 为什么 也就是说 有一些事情是不做的 结智的目的是 有些事情要集中去做 有些事情是不要去做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他是有选择的 那不懂得结智的话呢 那是什么 不懂结智的将领 是什么样的将领 好 大声一点 不懂结智的将领 是什么样的将领 他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很强调 要做应该做的事 做正确的事 在管理学院读书 很喜欢讲 要做正确的事 要把事情做正确 是不是 那平庸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按照他的说法 平庸的人 是不懂得结智的 不懂结智是什么意思 不懂结智是什么 不懂得 不懂得见好就说 还有没有 不懂结智是什么意思 不懂得思考 消耗 泡沫 不懂得结智 什么都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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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结智 你要懂得结智的话 你就会 有些事情会去做 有些事情不会去做 而且再多棒的事情 他都不愿意去做 你懂吗 苹果里头有一句话 很好了 他说 专注就是勇于 对那些最棒的事情 很棒的事情 say no 你来这句话好不好 什么叫专注 专注就是 能够对很棒的事物 say no 谁有这种能力 觉得了很棒的诱惑 那样的人 就是懂得结智的人 有一些事情 是一定要去做 非做不可 即使失败也要去做 有一些事情 即使再大的诱惑 再多好的回收 在那边等着你去做 你也跟他say no 这样叫做专注 这是苹果的解释 理解的说法 就是这个意思 懂得结智 懂得结智 他才懂得什么 各位同学 懂得结智才懂得什么 各位同学 结智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为什么你要对很棒的事情say no 要什么 结智才能够集中 要干嘛要集中 火力全开 有限之远 有限之远 因为人生是有限的 小学 有是有限还是无限的 地球是无限还是有限的 你知道吗 在我当高中那个时候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一本书 叫成长的极限 那个时候概念 对全世界的概念是 地球这大自然是 无穷止尽的保障的 是任意可以挥霍 可以开发的 可是那个时候 在19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群学者 美国的学者 就提出一个概念 写那本书 The Limit to the Growth The Limit to the Growth 成长的极限 换句话说 这世界不是无穷止尽的世界 是有限的 是一个有限的世界 有限的光阴 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世界 所以你要怎么样 在这个世界里头 你要怎么做 你一定要有所节制 有所节制 才能有所集中 那为什么要集中 有集中才能够突破 才能专注在 更加的精干 更加的有力量 一切都来自于什么 从哪边出发 一切都从节制 那用什么东西去看看 你们公司的老板 是不是会节制的老板 还是什么都要做 各位同学 你是有节制的人 还是没有节制的人啊 你是不是什么都要 猴子啊 猴子啊 好多啊 他在忙老爸这边 最后带走的只带走一根 他什么都要 他什么都要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 我们光明就只有那么多 我们直接就那么多 你要学会什么 做一个不是平庸的 你要有所节制 忽然打他的右边 看他右边会不会回防 忽然打他的左边 看他左边会不会回防 忽然跟他打快了 看他会不会跟得快 忽然跟他打慢了 看他钓兵会怎么样的应用 目的是要 目的是要干嘛 探索对方的虚实 知道吗 探索对方的虚实 了解对方的虚在哪里 实在哪里 这叫 其正 所以至虚实 对手 对手如果是虚的 我用正 对手是虚的 我用其 所以其正在做 转化的时候 其实目的 是要曝露对方的虚实 让对方的虚处和实处 能够为我方所知 知道吗 去年318 太阳发展 你觉得 谁 对方的虚实 占领立法院是不是起 初期 初期的结果 我这个起 不错啊 没有人敢敢我 好 我在进一步 在占领行政院 果然有人敢我了 而且 而且 这个 这个 做了很大的动作 是不是 是不是发觉 这是底线 就了解对方的实在哪边 是吧 那政府呢 在整个的对于过程当中 邀请学生 就发觉 学生 可以了解 他们的目标 一变再变 在整个对峙的过程 其实这边 你就看清楚 对方的虚实在哪边 然后 最重要 你如果拿香港的 占中运动来看的话 为什么 老公一点都没出手 为什么香港政府呢 去 去搬学生 干什么 可是北京那边 一点动作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发觉 其实啊 都在看对方的虚实 但是这里头 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 当你占领 中环那个 人民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 一个非常重要的 树纽地带的时候 你事实上 你不可能长期占有 可是把安排成为 让你继续长期占有 所以你就失去了 你的优势 为什么这样说 继续让你占有 继续让你占有 就会引起民怨 老百姓就变成 你最大的反对对称 这是很高的一种战略 所以政治要讲究气势 暴法处事 被法处事 所以声不过五 五声之便不可声听也 色不过五 色之便不可声官也 谓不过五 五位之便不可声长也 这边的这段文字呢 讲的同样一个 其实像现在音乐 Do Re Mi Fa Su La Si Do 也不过七个音 七个音 加上节奏 加上休止 就可以变化无穷无尽的 各种音乐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战事呢 也不过只有两个 齐翰正 可是把齐翰正 做变化 做交互 我掩饰你 你掩饰我 然后呢 做互换 然后齐中有正 正中有齐 形成无穷无尽的一种战事出来 所以 齐正相生 如无尽 无短 穷 这过了一段时间 齐 出齐 出齐的话 变成正 再出齐 变成正 再出齐就变成 齐正正会变成 无穷无尽的一种循环状态 孙子是讲这个意思 OK 水之急 至于飘射者事也 至于毁射者 也 那 要讲什么呢 是要怎么造 是要怎么用 是要怎么用 一定要讲节要 是的造 一定要讲 是要显 各位同学 这里讲两个内容 是要显 讲你造的事 要很显 显耀 显峻 那什么是显峻的事 什么是显峻 太危险了 我放在这边 没有人会以为 这杯杯子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当我突然间 把它放这样的时候 开始就会 老师 看到没 为什么它吸引 大家的注意力了 它变得很有事 吸睛啊 立刻就吸很多的眼睛 吸到那边去了 对不对 来看孩子们 视显 所以造势那个是 的关键要点 在显 那运用把这个事 所累出的 累积的一种能量 释放出来 要讲究什么 它的用要讲究什么 短 要节奏要短 要快 不是说一定要快 就是说 它要有一个一定的节奏 而这节奏呢 要短 它一定要有节奏 你爬很高的山 你要能够让人们 能够爬得到山上去 你如果阶梯啊 告诉我啊 找旁边有没有人力车啊 帮我抬上去 是不是 我给他500块 爬上去 你怎么爬上来 人家帮我挑上来 可是如果要让人家 敢爬上去的话 你阶梯一定要做什么 一节一节的 要做很平滑 对不对 要做很短 那一节一节一节 人们可以 用很短很短的节 然后一步一步 带到很高的地方 从山上下来也是一样 我发觉虽然是很高 很险峻 可是如果我的节 我每一个阶梯像一个节 它很有节奏 很短的话 人们就可以把这个式 把它画出来 去赶去爬这座山 从那边上下来 就像这种概念 所以造势呢 必须要写 节要短 OK 势呢 要如扩弄 你把那个弓箭 把它拉得 非常的满 势 要培养到 那么样大的一个威势 势呢 像机关枪一样 发机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就很有那个节奏感 这么化了 它才有力量 可以掌握得住吗 这样原则怎么应用呢 是吧 如果懂了应用这样的道理的人的话 上面这段文字的 上面这段文字说 积水之急啊 至于飘尸者是也 为什么你的水很急 可以急到 让石头 非常大的石头 都可以飘在空中上头了 你有看过那种意境吗 你非常强大的水柱 一喷射过去的话 石头都飞起来 飞在天空中 你可以看到那种意境吗 虽然现实生活不容易看到 但你想象 那个水柱是强大 一喷过去的话 所有人都被水柱 喷到半空中上头了 为什么可以形成这样的状态 因为有事 智鸟呢 像老鹰一样的鸟啊 从空 飞得非常快 俯冲而下 为什么可以毁地面上头的一些 一些 一些生物啊 一些 一些建筑物啊 为什么它可以 那么快的可以 可以 这个 毁灭在地上 它人要攻击的目标 这是因为它掌控的节 它有它的节奏 所以你看那个战斗机啊 一俯冲下来去扫射 地面上的部队 地面上的飞机 地面上的那个坦克车的时候 它一定有 才能够 才能够很有效的 精准的打到 如果它没有一定的节奏的话 它都乱打 下来后 补充下来 一定要掌握的意义 所以 孙子透过这样的观察 他来做出这样的结论 因此呢 会打仗的 这两句话虽然很短 可是呢 你要能够掌握它的概念的话 就会懂得说 我照事要照着险 那我的节要短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在很高的地方 你要把它解下来的时候 这个还不够显 很显的地方 你要把它解下来 一定要 一定要很小的 一个节一个节 慢慢拆慢慢拆 你知道吗 节要短 适显 节短 如果你节也很粗 很高 很大的话 就不容易把一个很显要的东西 把它拋回出来 OK 有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像我这边所写的 各位同学 你参考看看 文章的气势要高 但句子要短 对不对 你看会写文章的 气势很高 很有气势 可它的文字 它的句子 一般来讲 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 气势就不容易发泄 不能够释放出来 所以视显节短 好吧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边 好